- 歡迎收看小明星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瑪利歐35週年和動森的聯動特別商品 大家都開始訂購了嗎? 瑪利歐系列足足新增了33件特別商品 今天就來實測這其中大家最喜歡的水管 來看看使用這款新家具會打開什麼樣子的新世界 影片開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就可以獲得搶先收看影片等等許多福利喲 如果我們只有單個的水管 進入之後就會原路返回 並且進入水管的方向和傳送出來的面朝方向 會是一樣的 例如從左邊進入 就會向著左邊跳出來 從後面進入 就會面朝著後方跳出去 如果有兩個水管 就會從這一端進去 從另一根水管跳出來 如果對面的水管附近並沒有空位 則會傳送失敗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水管 就會從隨機的一個水管中跳出來 來實測兩個水管之間的距離 是否會影響傳送的時間吧 先來將兩個水管放置在鄰近的畫面中 用時一秒多 再來放一個在機場的門口 另一個放在我的家裡 我家是很靠近地圖上端的 所以傳送的距離和用時好像是有關係的哦 推薦在改島的大家 可以在自宅裡面放一個水管 背包裡再常備一個水管 這樣在改島的途中 如果需要回家取素材做DIY 或者是挑選倉庫裡的家具就太方便啦 如果將一個水管擺放在一層 另一個丟在二層或者三層 就可以節省一到兩個坡道啦 如果將水管放置在懸崖的邊邊 從另一個水管鑽進去 竟然直接彈跳上去了二層 太神奇了吧 再來試試看二層跳三層 也是可以蹦上去的 懸崖是可以造出第四層的 但是除非卡BUG 不然是無法上去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使用水管可以跳躍上去嗎 嗯 看來是我想多了 剛剛試過了向上跳 再來試試看向下跳 也是可以的耶 拿到水管前的第一個想法 就是傳送到小動物的家裡 來試試看吧 把水管送給加幣 第二天查房的時候 來看看它有沒有擺出來 好的 那就讓我們來傳送看看吧 竟然過不去 進去加幣的家裡鑽水管看看 嗯 原路返回 因為小動物的家裡 是與外界隔絕的設定 所以是不行的 竟然無法在小動物外出的時候 偷偷來擅闖了 真的是可惜 既然小動物的家裡是與世隔絕的 那我們就直接送兩個水管給它們 都在它的屋內的話 總要算是同一個維度了吧 竟然還是不給傳送 切 好 確認小動物的室內 是無法好好的使用水管了 那島民分身的賬號呢? 交一個水管給我的分身 讓它去擺在家裡 再換回我的隊長身份 來擅闖民宅試試看 這次竟然可以了 如果在出口水管的附近都挖出洞洞 傳送出來的時候就會跌入陷阱 哈哈 可以用來捉弄朋友 將出口附近都阻攔起來 一端用大雪球堵起來試試看 會不會無法傳送呢 竟然 竟然在空中用腳踢飛了雪球 老規矩 來試試看躲避黃蜂金團吧 是可以跑路的 黃蜂並不會跟著進入水管 也不會在另一端等著我們 那如果我只放單個的水管 進去再出來會怎樣呢 因為算過畫面了 也是可以躲避黃蜂的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可以衝刺加翻滾跳入海中的 那就來試試看 使用水管跳出時的動作 是否可以跳入海中吧 誒 並不可以誒 直接被算作周圍沒有著陸的空間 被原路遣返了 每次在巴獵島拍完照都懶得走回去坐飛機 那就來試試看使用水管傳送吧 嗯 偷懶也是不行的 試試看如果在夢境裡是否可以好好的使用水管吧 是可以的 那大家就可以做好馬里歐主題遊玩類的島嶼 然後開夢境給其他人來解謎迷宮之類的呢 試試看邀請朋友來島上一起玩水管 安妮和胖丁同時按下A鍵 誒 竟然是胖丁先搶到水管了 有多個水管的話 就可以來來回回的鑽水管玩 如果我想要鑽的水管是剛好有人在傳送中 那就會A鍵無效 大概和坐飛機有人在飛是一個概念吧 叫分身帳號出來一起試玩水管吧 隊長傳送走了的話 分身是會被帶著Biu的一下閃現過來 那分身也可以自己在旁邊默默的鑽水管玩 然而並不能起到傳送的功能 只能原地進進出出 哈哈 分身也太沒有人權了吧 大家知道 如果將小動物鎖定在一個區域裡 可以強迫他們使用面前的家具 例如使用麥克風唱歌 或是躺在床上睡覺等等 那來試試看 如果強迫他們使用水管可以嗎 好像並不可以誒 剛剛我們試過了可以踢飛出口附近的大雪球 那如果是玩家站在出口 能不能用腳踢爆對方的頭呢 哈哈 好像是不可以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實測了關於水管的20種有氣的使用方法 希望大家覺得今天的實測影片會有趣 請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